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使用天天圈参与话题讨论 每期都会评选最受瞩目的明星宝宝 爸爸很爱回来了 走 老婆 我跟爸爸在家等你 走 老婆 去吧 走 老婆 拜拜 老婆 她回哈尔滨是前天临时决定的 自从我怀孕以来 真的没分开过 2015年4月18日 怀孕九个冬孕的小梅第一次和丈夫分别 原因是 远在东北的奶奶突发脑梗 昏迷不醒 人的生死脑 男人一样 这是现实问题 奶奶现在还在医院 要七到十天才能度过危险期 我小的时候是爷爷奶奶待大的 应该说具体来 一时候奶奶待大的 因为奶奶从小就比较宠 她最宠的一个人 听到这个消息太可怕了 这时候有可能有风险有危险 一开始住进去的时候还能说话 之后就昏迷了 就越来越不好状况了 我没有办法 其实我必须去看 小梅的预产期是5月5日 只剩整整17天 奶奶突发重病 丈夫意外离开 给这个家庭造成不小的震动 她挺不放心的 让妈妈过来照顾我一段时间 提前本来是打算 4月中旬就回去 等我老公把奶奶那边给弄了 不过危险期 回来之后才能开车带我回去 因为小梅和丈夫博宇的家人 都不在北京 而在距离北京300公里之外的 秦皇岛 如果不是因为奶奶突然生病 今天应该是小梅和丈夫 从北京回秦皇岛代产的日子 但是奶奶的突发重病 改变了这一切 更加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就在丈夫离开的第三天 小梅突然见红了 胖子 今天去医院了 然后医生已经给发了这个住院通知书 说我今天其实就可以住院了 你今天就坐飞机就回来吧 得赶紧回来了 咱们必须得马上回秦皇岛了 要不然的话 在路上再出什么差错呢 我一会去机场接你 然后咱们就回秦皇岛 非常担心 非常担心 没想过这么快 就这些水流行突然 如果人家作出的结果 我们已经跑到林家了 很迫切 赶快把这些事情处理 在潜水计划 小梅突然见红 而丈夫还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哈尔滨 即使是最快的航班 赶到北京 也是下午六点 此时的每一分每一秒 对于小梅和丈夫伯瑞宇来说 都是煎熬 下午五点 小梅收拾完所有的行李 拿着医院的住院通知单 开车直奔机场 但是要想赶回秦皇岛 还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 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吗 宝贝能够老老实实 待在妈妈的肚子里吗 不是 她换姿势了 顶着我这儿难受了 在路上吧 肯定就会有一定的风险 只要不在路上生 怎么都行 只要不在路上生 怎样都行 这是准妈妈小梅的心愿 但是已经见红出现 临产征兆的她 为什么要驱车数百公里 前往外地分娩呢 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 能不能及时赶到呢 这一路之上 还会发生怎样的意外呢 我们还是把时间 拨回到一周之前 从这对夫妻的背景 开始说起 33岁的小梅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是一名职业舞蹈老师 虽然已经怀胎九月 她依然没有停止工作 我的宝宝现在已经36周多了 不到37周 简单的动作我还是可以做示范的 毕竟是我自己的工作室 因为小梅和丈夫的家人都在青黄岛 小两口希望最好可以回去生宝宝 但是因为小梅工作的原因 这个事情却迟迟定不下来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演出 我们已经准备了好长时间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演出呢 是有习助习要参加 因为演出时间没定吧 我就没法决定 到底是回青黄岛去生孩子 还是在北京生孩子 我就一直在等 我们这个舞蹈 是要去表演给谁看的 新加坡 还有 还有好多国家领导人 也许彭妈妈也来看你们的表演 知道吗 有没有信心呀 有 那来讲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次 然后我们也觉得很期待 其实算是在她的职业生涯里面 如果参加了这次演出 我最辉煌的一次 一边是肚子里即将出生的宝宝 一边是职业生涯中 最重要的一次演出 小梅的内心充满了纠结 可是 现在已经离这个预产期 越来越近了 还是没有给我这演出的时间 家里人也比较担心 因为妈妈和婆婆 都是在青黄岛那边 往后拖的话 再回青黄岛的路上 万一出现什么状况 也毕竟三个多小时呢 路程 你这一天跑得也挺辛苦的 没事 我都已经习惯了 一直是这样 而且现在没有之前活动量那么大了 之前一直教课 每天跳舞什么的 比那时候活动量要小 对 你今什么时候 我预产期是五月初 五月初啊 那时候就快了 快了 老婆咱们回家吧 走吧 但是地还没擦呢 我擦 从一开始认识到现在 她就是一直是照顾我的那个角色 就是从来没有变过 就是一直是对我特别好 我干嘛呢 老婆 我家胖胖表现真好 真好 辛苦了 谢谢 从2003年到2015年 33岁的小梅和丈夫已经共同走过了12个年头 12年的情感太不容易了 不能用言语去形容的那种感觉 自从怀孕以后 小梅的饮食起居 都是丈夫心心照顾 体体入微 她打动我的事情太多了 就那个时候 她动得特别少 就是有一次她 连知道自己给我买了那个项链之后 她就吃不上饭了 还给我买那个项链 我觉得我一直特幸运 我到现在为止就觉得我特别幸运 老婆 我觉得我找到你又挺幸运的 咱们国家是八年把鬼子打跑了 我说我八年把我的老婆拿下了 同甘苦共还的 没有一个人说不离不弃的跟你八年 我够了 我觉得虽然人生就够了 就是其他的都可以放弃 我可以没有原则地爱我老婆 爱我的家 我可以为他们放弃任何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坚守这个 就是我的原则 爱他就是我的原则 我觉得我们家庭 为什么我说我的幸福指数高 我最幸运的是我们家四十年同堂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全都在 我没有经历过人生的生理死敌 我没有经历过那些痛苦 每天早上起来 晚上回来 我告诉她我爱你 我不爱你 恋爱八年 结婚四年 感情十分甜蜜 然而 2011年 小梅和丈夫刚刚结婚不久 这个家庭却遭遇了一次重创 就是我父亲的那个生命的时候 对我打击蛮大 我原来我认为我的幸福指数蛮高 我说我没经历过什么生理死别 突然你至亲至爱的人 突然有一个人是倒下去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人的生命其实挺脆弱的 父亲的病让博宇突然之间长大了许多 对生命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而她和妻子小梅也开始各种准备 希望能有一个新的生命 让整个家族增添一些喜悦的气氛 她是那种就是说 三几十交代的话你没法阻挡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我基本上就是 下一步我就肯定要满足 然后就不用去拒绝了 咱们吃水果 但是这时他们才发现 原来怀孕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想要的时候 梅药成正在调呢 那中药还没断呢 就意外就来了 一开始都不知道 我们还去韩国还玩 喝啤酒炸鸡啊什么 这孩子我就说命还挺大 然后从韩国回来的时候 就感觉经常会有恶心的感觉 然后一查就两道杠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真的我马上就看了半天 然后手都在抖 我们俩就特别兴奋 就抱头痛哭我们俩 今天是小梅三十七周产检的日子 因为小梅是舞蹈老师 她希望能够顺产 不要让身上留个刀疤 还是在我的左边 估计早就掉不过来了 本来还想自己生呢 这回是没有希望呢 没事老婆没有压力 她把头朝上脚还朝上 她们体操站在吗 估计出来练舞蹈练鱼家都行 现在这个脑袋在这儿呢 这是臀胃 这个脑袋确实是有点窄 头位相当于三十六周的 双领镜相当于三十三十周的 脚啊 看到了脸 这个脚在这儿 还有一个小手在这儿 手跟脚在一起了 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孩子的影像 同样也让这对感性的小夫妻 十分激动 当拿到那个诊断 就是那个超声诊断以后 看到报告 我们是真的知道 真的是有 我们俩没当医生那点哭 就当时激动的 我觉得她爸爸当时就有点发抖了 然后就出来 一路就傻笑 然后再次抱头痛苦 特别高兴地激动的那种哭 你这羊水呢 稍微有点稠了 你看都有一些晃动的东西 浑浊是吗 对 有点浑浊 羊水的多少呢 现在还是可以的 现在这个小孩可是趴着呢 他脊柱整个就在上头 你看这嘴 看到了吗 看到了 侧脸 小手那儿动着呢 看到他长相的时候特别激动 虽然长得不像我 能看出来长得不像我 长得像他爸爸 我现在特别想见到他 这是真的 说内心来讲 每一天都渴望 我倒是没那么夸张 他爸爸很夸张 思维的时候 我看到那照片 我都惊讶不像哭 我特别想知道 想告诉他 爸爸好爱 我们在这儿能做一个 太阴镜厕 现在把肚子拉起来 我们现在多少周了 37周 宝宝跳得挺强劲的 可爱的宝宝 那这段听着还挺健康的 挺健康的 有没有可能说 在出生前一收 他就掉过来了 很少现在 不可能了 不可能 不可能了宝宝 对 宝贝 不可能了 那你就怎么舒服 怎么呆着吧 宝宝 爸爸爱你 跳了 跳了 就是四了 多有力 爸爸说话你都听见了 宝 现在是个行位 是吗 你说的 但是我一躺下的时候 他的头就串上来了 那就是唇位 那就是唇位 你啊 在早期怀孕的期后 这个体位啊 影响了他 不站枕头啊 或者是躺着多啊 运动少啊 实力少啊 他就形成了这个位置 哎呀 这个地方按照有点疼 刚才那个地方 看公缩有了 多好 有公缩吗 有 不是那个 那个胎动啊 公缩也有 就在夫妻俩 在医院产检的时候 丈夫伯宇意外接到了 远在东北的姑姑 打来的电话 但是姑姑的语气 也让他十分紧张 我吧 刚开始是哭的意思呀 那他肯定心情不好 老公就是说 奶奶现在是 感觉他分析是脑梗 我现在觉得就是 回去能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我要回去吧 我就觉得应该把问题解决 你要回去吧 你就不能让他去那个一样了 哎 这是这事呢 怎么干的事 那通了 通了 妈通了 你说我奶奶 那个啥事 我那个昏迷了吗 不是 我说不行 我就得回看一眼 我觉得这也不是个事 准大的国语老家 在齐齐哈尔克山县 八十多岁的奶奶 突发重病 需要转运到哈尔滨 进行紧急救治 这让从小和奶奶 感情深厚的国语 心情十分焦急 明天他就要和妻子 和宝宝分开了 今晚的胎教活动 夫妻俩心情都很沉重 他这两天情绪有点 不太稳定 奶奶现在都还一条 然后那个 就有一半的脑子 他已经有种事了 现在有一半 然后可能全身都有 就是兔子的风险 现在放开 所以其实我觉得本来 我和我爱给他 说了四个钟 还能给他看奶奶 反正这个 会一定会 全还不愈 没事肯定能看到的 奶奶一定能看到 我保持期待 他能看奶奶好吧 看奶奶 希望看奶奶健康好不好 我保 你一定会给看奶奶 带来口运的好吗 爸爸听听 你的心跳好不好 这是脑的 原来觉得是幸福件事 但是现在人家方面 就有的时候会想到 就是送你死别 他们就会有点痛苦 现在反过来 又要考虑下一代 因为老爸怀孕 你绝对不充心 对这咋复我们的 再帮我用一下 谢谢 然后你就必须得回来了 要不然回青黄岛 就来不及了 我回青黄岛 还得做产检呢 我其实是特别 特别特别想跟你回去 但是他们肯定都不同意 所以就帮你自己回去了 宝宝你别着急 不能着急出来 爸爸很安回来了 然而就在丈夫柏宇 离开北京的第三天 小梅却提前出现了 临产征兆 如果要是没见红的话 我还以为 她还得再等一等呢 没想到就是 现在就有反应了 但是我也不太懂 这个反应是她导致的 还是我折腾导致的 但是还天天由命吧 什么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算 宽子 咱们俩一会换着开吧 没事不会疲劳下沈 你要是付息很好 我就帮我那边 对 就得对大家保护自己 好 出发吧 走 我们都联系赶了 很多时候 这个世界上 就是影响很大 尤其在这种时候 你更要慎重 然后我在开的时候 我对我眼睛还放得挺亮的 我看得清楚 这个做到的这些路况和状态 所以人家是逼出来了 虽然情况紧急 但是夜里十二点 小梅和丈夫 总算有惊无险地 回到了秦皇岛的家中 此时距离小梅见红 已经过去了整整 十五个小时 我特别担心 从开始回来那天 我就担心别处一切 别的事故啥的 只要他平安就行 秘密 大灰你来干嘛大灰 在秦皇岛声势 因为综合了很多方面的因素 因为父母在这边 他的那个父母也在这边 姥姥姥爷 就是妈 他们都在这边 条件上更方便一些 经过一夜休息 第二天一早 家里的长辈 纷纷赶来看望 他出汗给他拍点 这个爽身份 行 医生已经决定说 还是要办理那个 现在必须办理住院 因为现在查的话 这个待产时间 应该很快 就这两天的事 所以很着急 因为之前在北京产检的时候 医生表示 小梅胎胎胃不正 回到秦皇岛 小梅第一件事 就是希望医生看看 能不能把胎胃调过来 能不能顺产 我调的这肚皮 都已经就 全都很平衡了 单腿内 它是有顺的可能的 在这种状态 我老婆觉得 也有疑问 分产我也觉得最好 必须得保证 你那样一点 两个人 就无量的质量 就做好 我这种麻烦也上了 我这种同意 跟它保证 是安全 我觉得对 我觉得 我的老婆是健康人的讲 从小梅意外见红 到驱车赶回秦皇岛 再到办理各种转运手续 此时 已经过去整整24个小时 孩子依然没有动静 但是 生产和副妇产的问题 却瞬间成为了焦点 虽然小梅还在犹豫 但是因为 刚刚遭遇家中老人重病 家人还是希望 小梅不要有任何风险和意外 正直白人 我说我什么都不想失去 我不想失去 这个问题 女孩人最后说 她这种风险存在的话 会失去什么 我谁也得理不开 我不想承担这个风险 所以不想要把外人 承担这个问题 因为是转院分娩 很多检查 小梅都需要重新再做一遍 看到妻子被抽了 整整六管血 丈夫柏妤也心疼不已 第二天晚上八点 距离小梅健红 已经是三十五个小时 小两口终于办理完 所有的转院手续 和相关检查 准备住院待产了 我要吸氧 这个是给你胎儿跑 你还是盖着点吧 我不冷 刚吃完饭 只要它安全出来就行 胖子 你是不是得 准备回北京一趟 我做计划呢 我不是先看看你吗 我店到明天 咋定呢 明天应该是 手术方案是吧 要不早走 你把这点事弄立出来 好好陪你 我觉得反正 这两天也未必生 你就赶紧回去 把那个公司的事 好好处理一下 医生吧 说如果不是这个臀位 如果头转下去的话 说我条件挺好的 可以自己生 就是这个 他这坐着 今天大夫帮我 还帮我调了呢 也不能太 太那什么的干预他 我觉得他医生说 如果是太过分的干预的话 把他真的帮推转弄 他期待绕起来 那就做那个跑 准备吧 跑的几率大 嗯 我也同意跑 嗯 既然现在在医院住着 爸爸一定会安全地向上 肯定没问题 从今天早上开始 记秒数的 第三天早上八点 小梅健宏47小时 规律的公缩开始出现 并且一次比一次强烈 这样已经做好准备 想要明天再PO的一家人 再次紧张起来 等不到明天了 因为小梅已经出现公缩症状 医院临时决定 下午两点 给小梅提前进行 剖腹蝉手术 下午两点钟 今天就要见面了 以为是明天见面了 那我就要见面了 我回家放身衣服吧 那他还在往上顶我 头使劲往上顶 找错方向了 然后一公缩医 有信号给他 他还是会往上使劲 一会儿出来就好了 这样他这样往上顶 他也难受我也难受 大家都在盼望这一天 而且收得特别紧 你这下门 就为妈妈来讲的话 真重要 很有女人都是 女性 母亲都是伟大 她开始输液的时候 挺无助的 我就真的不知道 我在做什么能帮帮她 我不知道后面 是什么的结果 会很担心 没完全感 谁干什么 这都比那个糖 没关系 接点应该是 接点 还挺近的老伯娘 找胃 又激动 又兴奋 还拜扬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 好 我会担心 会被担心 看到进手这些以后 不然是 很担心 会真的 会看到 他看到 好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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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 你 别紧张 别紧张 放紧点啊 对 好 我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能让他当初给奶奶开心 希望让奶奶开心 奇迹创造奇迹 我希望奶奶能让他当初 然后我希望老婆能能坚强和太太男人 我希望老婆能坚强和太太男人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完美 我说如果是说你真的见过天使 那你就知道你眼前是这样的 绝对是个天使 就说身边有人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 我脑袋里面实现 就整个世界当时就只有她 眼前只有她 她再经验了 她有一个这么爱她的爸爸妈妈 然后有那么爱她的一个奶奶 有那么爱她的老老爷 我也难以就是可能我那些年期 就会觉得我很骄傲 然后也会有想哭的感觉 经历了整整54个小时的速度和激情 孩子终于平安出生了 准爸爸四世同常的心愿也终于实现了 相信奇迹就会创造奇迹 这是准爸爸博宇的心愿 在这里我们希望孩子和老人都能够平安健康 而说到孩子的健康 对于我们节目的另一位老朋友 湖北的90后二胎妈妈张玲来说更是如此 湖北的90后二胎妈妈张玲 是2014年10月23日 宝贝你好的节目嘉宾 因为大女儿患有重型的地珠海贫血 张玲和家人操碎了心 女儿不仅需要每个月输血维持生命 还要进行骨髓移植 才有可能彻底治愈 为了给女儿治病 张玲和丈夫打算再生一个孩子 用第二个孩子的期待血 去挽救大女儿的生命 于是张玲先后四次怀孕 但是直到最后一次 医院检查才是一个健康的宝宝 现在已经整整半年时间过去了 怀孕39周的张玲境况如何 她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欢迎登陆独家视频平台 腾讯视频观看节目完整内容 节目播出之后 张玲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但是女儿倩倩每月两次的书血 却依然没有改变 眼看张玲快到预产期 爷爷打算带着倩倩先去输一次血 没有单子 没有单子 那个不能瞎说 不能瞎说 弟弟你怎么坐下 你小子大友 今天这黄子 现在不知道大没大 那个血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要大 不知道其他血 能不能今天被醒来 希望她能救她姐姐 好不容易是个健康的 妹妹看到这个血素到底有几颗 如果你有七八颗的话 你可以不用数 孩子不疼 那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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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九最好不要这个 七个九 第一语七七颗 这还要一点 医生表示血色素不足七颗 才能给孩子书血 爷爷这次带倩倩 没有书上血 让儿子有点恼火 没书啊 没书啊 我今天他醉了怎么不出去 他这医生生 没有到出去的时候了 那医生都不懂 每次记得怀 儿子的埋怨 心中的压抑 让老爷子独自来到山头 因为儿媳妇怀孕 孙女重病 老爷子年纪六十 依然每天拉伙挣钱养家 这个小孩买金 我这个给我炒 老 哎呀 要生了 总是吧 这生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 也保不住人 没钱 别生钱 现在他要鞋带 也保留 要一万多 就是怕 生怕他离我而去人 他这个病 总要以前是不行的 就是离我而去人 我总是盼着这个心情 真正的死不得 这个孩子 明天就是张霖四十周的预产期了 因为第一胎是剖腹产 张霖这一次也只能剖 但究竟是等到出现 规律公缩再去医院 还是定好日子 准备充分去做剖腹产 一家人意见不一 上次我去这边 有人说 这个小孩 跑门小了 叫我们不要指定拖腹 再肚子多 再一点 小一点 我想到了十号 去拖腹产 晚年是不是 孩子在里面 丢得一点 应该好一点 正好不等到 发生的时候 这就不了 担心了就是小孩 跑出来之后 还是不是要 去这个包厢里面 什么 另外一种小孩 他门小 考虑到手术之后 要第一时间 给孩子保留 期待血和基因检测 最终 一家人还是决定 按照和医生 约定的时间 第二天前去手术 对爸爸不好 治疗不好 明年 早在明年 就不吃了 吃了 因为我老婆 在这 所以怀孕孩子 这方面吃了 不少苦 早上晚上 都热身了 我征求他一天 加四千块钱 医院准备今天给他进行 护腹腹肠手术 而一直关注他们的 华大基因的相关工作人员 也及时赶了过来 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过来 把这个血样给带走的 把样本寄送到深圳 然后给您大概七天左右的时候吧 是吧 应该会出结果 出来结果以后 齐带血就是要用来做移植的 对吧 所以这段时间的这个齐血 或者是胎盘是要保存的 这个你要知道 节目播了 当天播了 把它给我们打电话 看到了我们这个节目 蛮感动的 就是说给我们妹妹 最轻点这个配型 考虑到张宁